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刺又丢球了 本场比赛的开始 对于热刺来说很不错 比赛第一分钟 本东被来远射破门 热刺取得梦幻开局 不过在这之后 木帅又拿出了他的招牌战术 狗 好家伙 开场进一个球之后 就开始防守 木帅这显然是过于 过于 过于保守了 经过了一整场的努力 狼队也获得了回报 比赛第86分钟 内波开出脚球 再撕投球破门 狼队扳平了比分 1-1的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 对于狼队 这一分太重要了 目前球队多名主力胜缺 而且赛程如此密集 对阵强队热刺 拿到一分 显然令人满意 但对于热刺 这样的结果 真是让人无语 木帅过于保守的战术 以及过早换下恩东被来 显然是二大昏招 而这二大昏招 也葬送了球队的好局 如果领先两 三个球 狗一狗没什么问题 但开场一球 领先就开始狗 热刺这两分丢的 似乎也不冤吧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